大家好 我邓慧文 阿虞 为你做会 心思有人知道 事务所 大家一直在询问我 要去哪里找孟林律师 她说 光是听你讲例子 就觉得跟你好沟通 要去找你 你自己去找 因为这个我没有透过我们转介 人家来电台 要预约律师 自己去找 华德联合法律事务所 上次我们谈到渣男 妈宝 恭喜大家很多的心胜 我们就想说下一次孟林律师来要谈什么 然后孟林律师就跟我讲说 最近大家都在me too 都在讲职场性骚扰 那性骚扰有很多领域都会性骚扰 可是最近的这些事件都跟 比较像是职场有关 那我觉得大家在探讨这些议题 我也follow一下观察一下网友啦 大家的回应 我发现大家比较容易 流于一种说 那这样子是谁对谁错 那我们也听到一些 比较不了解性骚扰这种概念的人会说 那你不要就不要 人家能难以和 那你前面为什么要 例如说最常讲的有人就会说 那干嘛要让那个场合发生呢 干嘛要去那个场合呢 或者要干嘛 就是把问题可能就是会比较看到表面 或者说是前端的部分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细腻的地方 即便是进到 法律或是申诉的流程 你知道这种要办这种申诉的委员 例如说性别 平等委员会或什么都不容易 那个委员 因为我也当过这种委员 你要非常有sense 你要非常有专业的眼光 你才真的能看出这个事情最后会变这样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然后哪边是要归责 要归什么责 那这个非常的细节 我们今天就跟孟理律师来聊聊 基本上我们现在对性骚扰 特别是职场性骚扰 有没有一个定义 好 我觉得职场性骚扰 第一个它从字面上就知道 发生的场域就在职场 那职场就是其实你工作的场合 那接下来就是性骚扰 那什么叫性骚扰 性骚扰其实就是有性意味的骚扰 那从我来讲我会怎么定义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从言语上面 第二个就是从肢体上面 第三个有一个叫做不当的追求 第四个我觉得性别的骚扰 这几类都算是 对 一个一个解释一下 对 那这一些都跟性意味有关 什么叫跟性意味有关 其实我们常常以前常常知道 从言语上面就是说 如果说一个胸部比较丰满的女性 他就会说 我跟你说 我们不用买牛奶了啦 我们职场有福利啦 就是有母牛可以直接来了 这当然是性骚扰 对 也有另外一种性骚扰 你知道吗 你看我们单位啦 我们都要订牛奶啦 因为我们都没福利 这也是反过来骚扰单位一面 真的 真的 胸部不大的女性嘛 对 一样嘛 对 真的 然后还有呢 就是有一类是 其实他可以告诉你说 他什么都没有做 可是他在他的职场的OA的位置上面 贴满了跟性意味有关的海报 包含 这样也算吗 其实这个算喔 这个算喔 因为按照现在性别工作平等法里面 其实工作的场域需要让人不觉得有被性的冒犯 OK 对 所以如果他贴了很多这个 如果贴一张其实我就不算 可是如果他总共三面海报 然后他还从下面贴到上面 然后呢 甚至于他的桌面还摆了那种什么性器官的 先人掌或者是什么什么 然后你已经跟他讲过 然后他还是这样 然后你过去的时候 他还故意把那个这样子摸一下 然后让那个性器官这样 其实这个就算 我想的很生动喔 对 因为这个我都办过 对对对 然后还有肢体上面的 如果是在职场 其实很常发生的是什么 很常发生的就是 妹妹坐在位置上 然后那个学长要过来 他要指导你的时候 他整个人就在环抱在你的里面 把你雄抱在里面 其实你根本连遭相都不可能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呢 他文件要交给你的时候 他就直接交给你就好 他还要在你的手掌里面 再给你抠两下 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他可以说 其实这个跟性有什么关系 这跟性是有关系的 因为让你就知道说 这些都是含有性意味的 然后呢 第三个他们就是 我们在讲不当的追求的 那不当的追求 有包含就是说 有长官对员工 或者是平行的里面 他觉得他很喜欢 他虽然他送了早餐给你 你不吃了之后 他开始他就会 对你有一些 攻击性的言语 或者是他对你更好 他甚至他还送你摩铁的兑换 放在你的桌上 这些大概例子 大家都可以举一反三的 可以想象 很多很多很多的 对 然后还有呢 就是你过去的 因为有时候在职场上面 他们会要求一定要穿裙子 然后你过去的时候呢 他就会拿卷宗夹 拍你一下屁股 卷宗夹拍屁股 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就是有 现在也很夯的 叫做性别的骚扰 什么叫性别话题的骚扰 就是他会说 你是娘娘腔啊 对 然后有人他虽然嘴巴 不讲娘腔 可是你过去的时候 他就这样 哎呀妹妹 对 然后虽然 然后他会拿你的性气质 来开玩笑 性气质 对 不符合 很符合也骚扰你 不符合也骚扰你 对 所以我来念一下 刚才综合一下律师讲的 我们这边看到的一些资料 就是 其实性骚扰 就是跟性有关的 言行动作 或刚才举例的暗示 造成人家有主观 有不舒服的感觉 好 那这个 一个是碰触 肢体的碰触 一个是言语 还有 你在场域上面的一些暗示性的意象 像我们刚刚说贴海报啦 或者说指伤骂槐啦 或怎么样 所以这边有几个 一个是说 如果说你用这种骚扰来 要他人顺服 然后如果 他顺服你才给他工作 教育 机会 然后他不顺服 你就要剥夺人家的工作 这个就是职场性骚扰 很特殊的一个状态 这个是上对下的骚扰 对 你不让我摸 我就不 我就不给你工作 对 这个 有些人遇过这种情况 有 另外就是 以展示 播送文字 图画声音 影像 或其他物品的方式 或以歧视 侮辱的言行 或其他的方法 损害他人 人格尊严 或使人 心生 未步 感受敌意 或冒犯 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 服务计划活动 或正常生活之进行 那所以这个 你刚刚讲的 还有性别骚扰 就是带有性别歧视 男人婆 娘娘强 或现在对人家的性向 例如对同志 或对什么 然后 还有啦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还有个人以为 所有性别刻板印象 都可以连带变成骚扰 例如说 有生孩子的 没生孩子的 都有可能被骚扰 没错 我之前听到一个是 我特意讲一个 性别反过来的案例 比较平衡报道 但我真的听到 觉得蛮特别 就是有一个男性 他是在 他的职场里面 大部分都是女性 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不要想 性骚扰 只有特定单向 哪一个性别 对哪一个性别 这个很痛苦的男性 是说 那个工作场域里面的 各位女性 不管是大姐 还是小妹贝德都常常会对他 有的没的吃豆腐 嗯 因为他是 比较罕见的男性 对 然后 然后 例如说 他们就说 哦 最近 这个 英语绵绵 这样子 他可能就只是讲一句说 最近英语绵绵 然后很闷这样子 然后东西都快要发霉 然后他旁边那个 女主管走过去就说 你呀 你要给我们洋气呀 然后他就觉得不舒服 可是这个不舒服就还没有到 那女主管觉得很无辜说 一个大男人 我讲你一句洋气 你就听不住 我又没有摸你 又没有怎样 可是他就觉得不舒服 嗯 他就好像一直被强调 他的性别跟其他很不同 就让他最不舒服的是 那个 呃 有一次他就讲说 呃 他想要安排一下 他未来的上班时间啊 然后因为他没有排班制 然后他就说 因为我老婆怀孕了 所以几月之后 我们会有小朋友 所以可能我也要 怎样怎样要调整 就同事们就 大家就说 看不出来耶 你这么软也生得出来哦 就 然后他就只能生气了 因为他已经累积很久很久 我觉得这种骚扰 其实反过来 男的对女的 女的对男的 男的对男女对女 都可能会有 会 而且我想要跟大家补充一点 大家比较少想到 你知道男生对男生 女生对女生 也可以有性骚扰 对 我说的不一定是说 他的性像是女女或男男 而是女性跟女性之间 如果你 你随便拿别人跟性 有关的东西来开玩笑 你也要注意哦 有一天你可能会得上麻烦哦 例如说 你自己 你自己是什么样的 性别特质 你对于跟你性别特质 不一样的女性 你不要自以为是的 要去说人家的身体 说人家的特色 还是说人家一定怎么样 那这个我们都有看过 我甚至有看过 同样是女性 他去举报他的女同事 因为他的女同事老是说他 说他这样子 不会 就会嫁不出去 说他打扮都很中性 然后也不会撒娇 然后身材也没有曲线 然后常常就是说 飞机场 或什么 类似这种东西 然后还会 大家还会揪他说 不然我们凑钱 你要不要去做什么 就是欺负他 这个已经像职场霸凌 但是这个严格要讲 跟性有关 那最近 孟宁知道 有很多很多 MeToo的事件 遍地被爆出来 我觉得这是这样 有人开始敢说了之后 很多受这个委屈的人 就会 就会去提出来 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有勇气提出来的人 要经历很多的考验 没错 因为社会上 还是有很多的成见 会用一些 比较扭曲的方式 去看这件事 有时候我们会听到 常有的一些扭曲的观念 不知道你有没有 在办这些案件的时候 听过一些比较 不该有的一些误解 例如说 以前最常讲 就是说 你穿那么短 那么肉 就是在邀请人家 骚扰你 这个是很不对 还有没有类似 你常听到的这种 有 我们今天办过 很多人冒犯 他会说 拜托 你长成这样子 还有人要性骚扰你 那那个人这是佛心来的 这个我有听过 对啊 这个 你长成这样 还有说 你都快要可以当阿嬷了 对 如果有人摸你 你要感恩 对 我现在周边的女性朋友 会开始听到这种话 对 对啊 然后还有他们可能会 会讲说 我觉得其实是不是 你暗恋那个谁那么久 然后人家他不追求你 所以你反而这样子诬陷人家 你看 人家长得就是这么的好 你这样 他要来性骚扰你 头上不是败去 这个也是 这双边性别都有可能发生 对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一个就是说 把一个人可以自然展现自己 规则为 你有没有诱惑别人 好像如果你对别人产生诱惑 人家来性骚扰你是你的错 这是责怪受害者吗 对 那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贬低受害者的价值 来质疑 好像只有符合社会条件中 有性吸引力的人 才值得被性骚扰 对 那所以当你在讲 你被性骚扰的时候 顺便被羞辱 对 这个 这个很难声张 还有什么 还有遇过 还有其实对加害者也有一些迷思 怎么说呢 怎么可能 他 他有家庭 有小孩 然后他 他感觉就是很忠厚老师 你不要亂说 哪有可能 对 这是一种 这些都是 大家 需要去突破的 刻板印象 对 还有刚刚讲的 不同系列 好 那如果大家在职场里面 真的感觉到 哎呦 我真的有很不舒服 甚至是长期的 现在会鼓励大家怎么做 我觉得应该不是鼓励大家去网路上 IG FB 爆料 发一篇文 我觉得应该有更积极 有利的做法 是应该申诉 或者说 应该要先请律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有什么管道可以去诉求处理这些事情 其实现在如果是职场上面达到相当的人数 其实他们本身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委员会 那基本上就算是没有的话 其实在我们也可以跟政府单位来做这样的申诉 可是我今天想要讲的是在申诉之前 你应该要做些什么 因为很多人其实不是他没有申诉 是他申诉之后他没有用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 这一条都没用 可是有时候不是哦 是因为你在申诉之前你没有做东西 你没有收集暂聚 等一下我们我们等一下要第二趴来好好的谈申诉之前要做什么东西 那在这里先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申诉之前没有做好准备 你现在这个不够友善的大环境哦 你很可能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对你会有第二度跟第三度的伤害 对所以要怎么样去学习到 等一下我们也许有机会可以听到 据说阿玲以前也遇过职场性骚扰 那我们私下在交换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遇过 但是呢我自己就 一个感觉是 当年我二十几岁遇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 第一个那个时候的风气跟观念 真的没有现在这么的平权 我的先进 然后我在一个权力结构很严密的职场里面 而且那个时候自己也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所以光是想到要去哪里申诉 申诉后面可能发生的事 其实就收手了 对 我那时候曾经许下一个心愿 就说十年后 你等着看 阿已经超过十年了 我来第一次超过二十年了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 很有力的把这个事情去整理出来 据说 我当年遇到的那一位 后来还在继续骚扰后警 这种东西 它绝对是个隐 它是个惯性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翻车 这个就是大家要好好的思考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让律师来告诉大家 教导大家 如果你要做性骚扰的申诉 你要先做哪些准备呢 好的 6月22日就是端午节 就是我们的五月节 也是台湾人很重视的 过年端午中秋三大节之一 所以重要的节日 一定要吃重要的东西 肉粽 肉粽就是家人端午团聚 祭祖一定要吃的 推荐我们 波兜甘马店的 瑶柱东坡粽 肉粽 灵魂当然就是好的猪肉 这次使用的猪肉 是由产销履历 没有药物残留 住在环保健康猪舍 而且还是听古典音乐 长大的云林快乐猪 经过金牌主厨 我们的油国城师傅 来调制腌料酱汁 小火炖煮三小时 再焖煮三小时 不柴 而且Q弹 入味 又买西渐 糯米吃进了卤汁的气味 让你一口接一口 一般人家里都会吃到 像新色香菇 那我们这次也是采用新色的香菇 原本就有天然迅污的香气 再放上刚刚的这个卤汁 保留 它的拌炒的香味 炒的是西螺 糯米 每颗粽子的制程 需要14个小时 已经是到了艺术品等级的粽子 瑶柱东坡粽 一组有8颗 不用1000块 再送一包豪汁鲍鱼 这包鲍鱼的市价是650元 是吃海水长大的32头包 冷冻包装 大家买回去退冰之后 切片装盘上桌 就是一道大菜 用料实在做工细腻 物价上涨 你要去哪里找1000块 以下的肉粽组合呢 赶快打电话 0800551900 习惯使用网路的听众 可以直接搜寻 宝导好康商城来下单 免运费帮你直接送到家 要把握机会哦 瑶柱东坡粽 要准备什么呢 好 第一 我觉得矩阵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在职场里面分成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 对你性骚扰的对象是谁 因为 还有第二个是 他的行为的轻重 为什么我会说矩阵很重要 因为当行为 行为是轻的时候 你说 当你不管你是在内部申诉 或者是到社会局去做申诉 他们都一定要你把你的受侵扰的证据写出来 写出来之后就一定要有人证跟物证 那很多人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可能他没有人证跟物证 所以 然后到这个时候 因为调查都 都一定要在职场里调查 那如果这个对你的加害人 他在职场里面 先不用讲他是负责人 只要他的地位 他的影响力是有办法让其他人不讲话的 其实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取得证据的 所以我现在反而来我这边询问的当事人 我都会跟他说 在你要申诉之前 请把证据准备好 什么样的证据 第一个 你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 如果今天是平背的 其实在做这个骚扰的时候 其实现在来讲 其实录音是一个相对性方便的 那怎么样相对性方便 如果他今天是摸你 你就说 阿灵你不要这样好吗 你每个人都要弃牙挡手 这样好 那这种东西 其实当你自己的录音 有了 这个对于你未来在申诉的地方 其实是好的 第一个 第二个 这种职场的东西 可能都不会只有你受害 也不会只有你自己 旁边的人一定会看到 可是如果他们相对 他们要出去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能会不大愿意 而这个时候 其实你又可以说 阿灵 我给你问 那天阿灵对我这样的时候 你有看到吗 那因为我们私下讲的时候 阿灵可能会说 我给你说 阿A跟阿B 他也有 都是这样 那我们跟同事在说的时候 要跟头录音 阿灵还要做人 有时候 有时候 这个是一个必要之二 你先录 要不要用到再说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 搞不好 我现在讲 是以今天以后来看 因为MeToo事件已经发生了 在这一些之前 可能不见得每个人都愿意出来 可是在这一个事件之后 其实有时候 在职场里面 如果这一个人 真的是大家的公害 其实现在的人 搞不好会集结群策群力 想要把他弄走 所以这个时候 也不见得 你需要用到你的录音 可是万一到时候 大家不愿意的时候 你先不用讲说 你还不要待在这个场域里 要先讲 你的申诉 要不要让他有效成立 有效成立 他就一定需要有证据 所以这个东西 是一定要有的 然后第三个证据是什么 因为你一定要在内部申诉 那在内部申诉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你去申诉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的长官 他的反应 而这些反应 其实你也是可以把它 不管是录音 或者是LINE里面 这一些东西的对话 你都需要有 因为我常常说 你取得这些证据 你可能会没有朋友 可是你没有这些证据 你自己去搞 你以后还是没有朋友 哦 这个很关键 因为你没有证据 以后出现压力的时候 人家就会死过我大边 对 然后就会跟着对方 对方常常会反咬 对 其实我说真的 阿玲你知道吗 人家对方也会找辩护律师 对啊 我对律师大部分的操守 是很肯定的 但是我也知道 我们也有办法 我们说这就不太听 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很擅长 帮人家告烦摇 是啊 就是 特别会 你知道吗 就是会帮那种 比较有权力的那一方 然后说成说 你是 怎样 更小等想起来 我们讲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东西最常见的就是 骚扰的那一方比较有权位 嗯 然后他利用这个权位 我加上一点心理学 就是说 因为他有一点权势 所以可能比较弱势 或有求于他那一方 在被他照顾的时候 有时候产生某种情愫 对 那可能在这中间 有点疑似两院恋爱的过程 可是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说比较弱势的这一方 也许很快就发现 第一你对我不忠实 对 你运用这个权力资源 其实你 很花或者说 你有跟其他人 也是用这种方式 去获得别人在性 或者是关系 亲密关系上面的满足 所以你不是认真在 跟我谈恋爱 所以呢 他可能就要分手 或者说跟对方吵闹 然后在这个分手 跟吵闹的过程当中 对方可能就威胁他 如果你不继续 在性或关系上满足我 那你就 你就要离开 对 你就没有工作或者说我就刁难你 对 所以那他们到最后 第一个感情上受到背叛 第二个自尊上受到羞辱 会发现说 原来你不是认真要跟我谈恋爱 好 那第三他想要离开 然后可是又不甘心自己的一些权益 被剥夺 那对方有时候会利用 你怕人家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连资遣费或什么一些该给的东西 都想要剥夺你 没错 因为你急着走 然后这个事情 有时候到最后集结起来 也许几个受害者就一起来告 这一个拥有权利的人 这个人 就会把他反 反咬成说 是这些人争风吃醋 我辅导过好几个这个案子 你一定会看过一种 像这种案子 有权势的人 对 如果是以有权势的话 他们最后他们就 在过去有通奸罪的里面 他直接叫他老婆出来 告这些被害者 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来讲的话 我们之前常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 如果今天 这个职场的性骚扰是负责人 或者是高阶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因为刚才 那个霍文律是在讲说 你收集证据 一样没朋友 我跟你讲 我们在职场上会发现 你没有收集证据 你一样没朋友 为什么 当你申诉的时候 你以为 你以为当时 阿伯你不是看过吗 阿伯你不是看过吗 你不是都跟他说 怎么怎么吗 可是到时候 到职场 那个要去调查的时候 你会发现 阿伯你讲的 怎么不是事实 你怎么把阿伦 讲成好像是一个 水性洋化 水手可得的 怎么怎么 你会觉得 怎么会这样 阿伯到时候 他也不是你的朋友 我跟你说 你说这我也知道 因为有的人就是这样 他说他迫于压力 他不能丢这个工作 所以他在被叫去问的时候 就说他 就是不支持你 然后我跟你讲 回来 再一把眼泪 一把比气的跟你说 不好意思 你知道我贷款很多 我没有办法得罪他 所以我没有办法支持你 私底下再来跟你道歉 有什么用 对 因为这种事情 我们处理太多了 好 所以搜证还是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要 如果你收到伤害的话 可能你心也要 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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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该搜证 你还是要搜证 那除了这些 录音 录影 文字记录 对话记录 人证之外 还有什么 可以搜证的东西 其实我目前现阶段 我处理过几个 我觉得这几个 职场的受害者 非常的厉害 怎么说 他们很清楚知道 我们整个法律的规定 其实处理这些 罚还金额都非常的少 所以他们呢 是多少 是多么的少 你说 其实有时候 真的是几万块 就解决的事 性骚扰 如果发生性侵 比较严重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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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对他们来讲 他们觉得 我给你摸这顶 结果只有几万块 然后最后是我走人 那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说 他不甘愿 所以他们 他们很厉害是 因为他们的职位 并没有到非常的高 可是因为在公司走票 他一定知道 公司很多的事 举凡税务的事 举凡账务的事 举凡什么什么事 他们就按兵不动 然后之后 当他们要处理 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也跟其他的单位 开始检举 所以现在各位 好 我们真的说 我没有说 我要教你 我只有说 我的当事人 都很聪明 他们这样做 对 握有业务机密的人 你不要乱来 是 所以这些就是 其实在 我觉得 孟宁刚刚讲的是 一些实力 但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性少少是一个权力问题 它不是只有性别问题 它是权力问题 在权力问题的对应之下 其实 一定有强弱的 这个思维在里面 那这个时候 你要Empower 你要拿出自己的力量来的时候 你要颠覆你本来的思维 你不要把很多 有利的事情当成 被善良不善良 所矿注 我以前看过 很惨痛的 这个工房经验 那就是 可能受害方 也是有得到一些协助 或者是律师 或者什么的协助 他也就是提出了一些 对对方施压的东西 然后对方也收贞 收贞说 其实你因为这个事情 所以你去 恐吓我 对对对 用我的税务 用什么事情去 对我施压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就有一些 很伤害性的 在他们的体制里面的 舆论 那个舆论就是说 比方说啦 假设我是老板 阿灵你会计部的 我给你信骚扰 你就把我的税务的秘密 要拿去国税局 去保安的 把我施压 像你刚才说 然后呢 我假设是这个老板 我就制造一种舆论 你看 你看 你看一般正常的嫂子 敢有法 像阿灵 做这种的事情 对哦 阿灵真的是欣欺女 他就不是一般的嫂子 他很敢 他很敢 当初 当初就说 是你来勾引我 是你来怎么样 是你想要换取 什么东西 然后你是心有不甘 我没有被你骗 我没有 迷于你的 这个 狐媚 我没有给你权利 我没有给你加薪 我没有给你业务 我没有给你什么 所以你怀恨在心 你现在就要来威胁 我就 这个就叫做黑化 妖魔化 对 这个是在性骚扰世界里面 在心理上 我们常常看到 就是有权利的这一方 他会再进一步的 对 这个受害的 没有权利的另一方 不是只有把你塑造成 受害者 而是把你反过来塑造成 要磨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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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要磨坏 然后说 因为被心骚扰的一方 要开始提出申诉 这是一个权利的伸张 力量的重新获得 对 当我们要重新获得力量的时候 对方感觉到你的力量 最擅长 就是用原本的性别角色 特别这里 就我觉得特别要讲女性 就是一个女性 开始要伸张权利的时候 很容易就会让别人想说 一般女人没有这么强 所以你这么强 你一定是坏 你一定是坏的 我觉得这次在性别论述里面 我们很心痛 一直看到的事情 你应该也看到很多吧 对 并且我觉得最可悲的是 讲这些话的 很多都是女人 就是 你明明知道 我不要讲女人 就是讲这句话的 很多都是 这一个案件里面 受害的 这个性别的人 对 你觉得是为什么 你觉得是为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 就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长期来的性别刻板 就是对你来讲 你觉得 这个性别的人 他就应该是要温良公减让 就只有温良公减让 才不会这样 所以当你表现的不是这样 所以你就是活该 所以你就是什么 所以我为什么会一直强调证据 就是证据可能没有办法 百分百堵住他的嘴 可是证据有办法 百分之五十堵住他的嘴 而当你能堵住百分之五十的嘴 其实另外百分之五十的嘴 他到底敢不敢不敢讲 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那孟林律师 有一个我们大家要克服的心理 就是一般人还是觉得 即便搜证 证明对方对我性骚扰 还是有某种羞愧感 会 对不对 你可以谈一下这个部分 就是说我有时候会听到说 就是纯粹他骚扰你 为什么还是会有羞愧感 所以很多人很容易会自责 甚至会想象说 可是别人一定会抓住 例如一些前面的只为末节 来攻击我 所以大家要怎么克服 如果真的要申诉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种羞愧感 或者说一种不解感 我觉得这要怎么克服 这个问题应该问 不然怎么会来问阿蓮 你不是都要帮助鼓励大家去申诉 其实从我这边来讲 我一直都会跟我当事人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受害者没有 没有必要是百分百完美的 那个性别的人 就算我今天 我没有百分百 就算我今天是如何如何 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 你就是不能来骚扰我 你不能能够来伤害我 所以到我办公室的来 我每一个都会直接告诉他们说 你在打这场官司之前 你一定会面对的是他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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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讲 所以在我来讲 我在诉讼的过程里面 我一定会先帮当事人打预防针 而打了这个预防针的之后 我的工作伙伴 因为我常常跟社工心理师 以及我的教会的一些姐妹 一起工作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处理这种议题 不管是姓骚 性侵的议题里面 你不能只单纯跟律师工作 因为你单纯跟律师工作 第一个 有可能律师根本没这个sense 他只是帮你处理这个case 第二个 等一下喔 不能单纯只跟律师工作 因为律师不一定有这个性别的sense 或权利的sense 好 比记下来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就算他有性别跟这一些的sense 可是毕竟他现在的这个角色 叫做律师 可是你要面对的这一些 很多的坎不是法律坎 是心理坎 是社会认同坎 而这些坎其实需要的 律师能够给你的加持真的不多啦 就算今天是一个神力女超人的律师 可是这个时候如果是一个teamwork来 其实这一个我常常说 我在我陪我的当事人走这一段 通常要两年 两年能走出来的已经算是很厉害的 你有他有同时看心理师吗 有 必须他 对啊 对 这样你们两个都算厉害的 那是理师也是厉害的 你也是厉害的 我看的 不记对吧 有的五人年 对 然后过久了又觉得说 现在要去讲一个那么久以前的事情 又觉得很难合理化 对 那我们休息 诶 那个阿玲你以前有经验吗 你有被职场性骚扰过 有吗 你待会可以分享 可以啊 我们就用这个很简单来讲说 那个时候如果以那个案例来 那个例子来讲 我们的心理坎是什么 那那个坎是怎么过 我们等一下来一起聊一下 好 阿玲 嗯 我并不是说今天我们两个也来MeToo 啦 Missary Missary 准备到那一段 但是我觉得 用我们自己有过的经验来解释一下 那个心理坎是什么 因为我们最了解自己的例子嘛 嗯 那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有过什么经验 好 呃 我以前有 呃 我刚出来当律师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在 在事务所里面 然后 嗯 因为我们很 我们很小嘛 不管个头小 资历小 什么什么小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 有 呃 学长 学长姐 然后 学长他 就会对你有很多吃豆腐的动作 包含我 我刚才一开始在讲 熊抱啊 好 然后还有啊 他真的他就是拿 拿东西的时候 他就这样call你的手啊 嗯 对 然后呢 不然就是下 下班的时候 他要跟你约 然后他跟你约 刚开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哦好啊 大家一起去 可是怎么 有时候他 他说 因为 因为律师 对他们来讲 他们 我们我们这些晚辈 他们会觉得 带我们出去见世面 是给我们的恩典哦 对 然后呢 我们被带出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好 去跟这一群人 然后 那个场合 就是一个 让你很不舒服的场合 然后带你出去 第一次 之后你拒绝的时候 他回来 他就开始用很 贬义性的言语 会去 会去 止伤骂怀你 给你 给你脸 你还不要脸 给你好处 你还自己 怎样怎样 像这种事情 其实很多 然后 在那个过程的时候 有 我后来 爆掉的点 就是因为 他call我的手 他 那这点 就让我来讲 我就觉得 很恶心 所以 我呢 呃 我不知道 其他人会不会学啦 因为我的个性 本来就很凶啦 我就直接把那卷宗拿来 就直接 就直接丢在桌上 然后 我就会直接跟他讲说 你现在到底在干什么啊 然后 然后那个学长就 很shock 他很shock 那 那之后 其实 呃 我本来很想走 可是 那个时候 我就跟几个学姐在讲 学姐说 你走 你就输了 你现在走 你就输了 然后因为 本人我又很好胜 所以我呢 就在那边做 撑了一段的 蛮长的时间 那我撑到 我把 我的业绩 要把那一个律师 把它KP掉 那 可是你 你这个可以拍成韩剧 你这个可以拍成韩剧 可是你 你问我说 这一段历程里面 对我有没有心理伤害 我有心理伤害 其实 我常常在讲 在性骚扰案件 人家常常会说 你整张好好啊 人家哪有对你什么骚扰 就算有 你要那个钱 拜托我 天价 咬都没咬 咬完笑都没咬完笑的 怎么还这样 其实你不知道 在一个性骚扰 或者是 这种性尾械的案件里面 对于这个当事人来讲 会有多少的伤害 那一阵子的我 我觉得我好脏 你看 他都还没有对我性侵 他只是做这一些动作而已 恶心 我觉得好恶心 先不论那一个学长长得如何 他就是让我觉得好恶心 而这一段恶心的过程 多久 其实你知道好久 好久到我生小孩的时候 我偶尔想起这件事情 我里面都还会有一种 愤愤不平的愤怒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 然后你要在这个专业 你要站稳 例如说那时候人家跟你讲你走你就输了 对不对 其实这些人常常就是说 不肯定的人就离开嘛 所以他高枕无忧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 我想大家 比较 有那个意识是说 被信烧到不是我的错 对 所以我要争取或维持 我们讲的是职场 或维持我的职场权益 不过你刚刚讲的那个 也会让我想起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 大学刚毕业的时候 我也在职场遇过很类似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算是指导者 就像你说学长 我们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很大了 那他就是会有那个单独 单独指导的时候 那单独指导的时候 你就会跟他两个人单独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像我们的工作 我们就要报告啊 报告病人的状况 然后他是跟你讲东西的时候 会摸 会摸你的手 你说的是抠手 但是他是会来拍一下拍一下摸一下 然后呢 我就每一次要去 我就会要去 每个礼拜要去一次 我就非常的不舒服 对 我就跟我的同事讲 那我的女同事说 我以前也有过 因为我们是 大概三个月轮一个人 例如说这个月督导你 下个月督导阿卜 这样子 所以我就问我前面去过的同事 我就跟他讲 说他是不是会不会这样摸一下 他们说对 他手键是历年来有名的 然后 但是我就问他说 那你就这样让他摸吗 我同事就笑着跟我讲说 我哪有在让人家摸 他摸我第二次 我就直接拿原子笔 敲他的手指头 你是用卷宗给他担了 对不对 我同事就用原子笔敲他的手 他说他一句话都不敢啃 对 好 我跟你讲哦 我就如法炮制 下一次呢 讲讲讲 他手又一直在摸 我大概摸到第五次跟第六次 他说我已经起鸡皮疙瘩的时候 我就拿了一支原子笔 我就想要把他摸 但是我没摸到 因为他已经被我同事摸过了 我原子笔 我动作比较慢 我原子笔起来过去 他就缩回去 然后他整个減小灯收起哦 他就大声的瞪大眼睛 问我说 你干嘛 这样 然后我没胆到 二十几岁没胆 我就说 呃 你可以不要碰到我的手吗 你看到这个 你说的那个心理砍 我讲话都好没有力量 我说你可以不要碰到我的手吗 我还加一个到 到的意思就是说 你应该是无意碰到的吧 我为什么不敢讲说 现在想起来 你看二十几年前 我不敢讲说 你不可以碰我的手 我这句说不错 因为我觉得 好像 好像就站着人了 我还很留余地的讲说 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碰到我的手 讲这么客气哦 我跟你说 大家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太客气 你会转头沉沸 对 我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我讲过 其他有个更大的部分 我准备好才要讲 现在还没有要讲 但是呢 他会转头沉沸沸 我这样很客气的讲说 他大概知道我跟我那个同事 强度不一样 嗯 他给我起呼呢 他说啥 他说 像说叫我阿飞 大家都叫我阿飞 他那时候不是叫我阿飞 但是我就假设 阿飞 你喔 现在小脑袋瓜在幻想着 蛤 他这样跟我讲 他就把这个东西 框在你头上了 说了是我对他有性幻想啦 那他后一句说 我知道 你听到这个狠狠喔 我说为什么用这例子跟大家讲心理砍 作为我们都是学精神科的前辈 他给我老一句 阿飞 你说你到生孩子还会感觉不舒服 我告诉你 我到时候都不舒服 他说 我知道 你从小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爸爸 你有恋父亲节 我问你 你敢这口气吞得下去吗 我整个眼眶立刻红了 对 我正说我还会想要靠 我回忆起那个无助的二十几岁 觉得那种屈辱 你明明就是都要问年轻 女同事 10年前的学姐就说你了 啊 同事大家都说你 没人跟你抗议 我刚才想要 我同事 原主币跟你 跟你 跟你讲你的手 你没话说 好 啊我那么客气的讲说 你可以不要碰到我的手吗 你还这样子 反过来 拿我 内心的 疮痛 你是这方面的专家喔 你拿这方面的疮痛 来压我 然后 反咬我 意思就是威胁我嘛 你今天 你等一下出去如果讲什么话 大家都知道是你性幻想我 我这口气吞 我这口气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 我就说十年后 我看我会不会长大一点 有力量一点 我要看看我要怎么办 或20年 阿连给你抗 没有啊 我感觉说这事情 像这种事情 我们讲出来的目的 真的也不是说 坦白讲啦 现在姐也比她大牌 我没有啦 你没有评当初学长大牌 我觉得讲出来的目的 是让大家知道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觉得瘦辱 你觉得很 心理侃过不去 这些分享 其实会让你知道 你并不孤单 因为这是常见的格局 常见的架构 所以我觉得大家先要 有一个支持 互相支持的氛围 对 让你知道说 你不需要觉得羞辱 是 你不需要觉得羞辱 那这个同样的版本 我分享之后 我接到很多 呃年轻女性的回应 或者说有的是年长女性的回忆 年轻女性是当下在遭受的回应 有一些是回忆她以前信 她说另外一个版本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都单亲家庭 会被人家讲恋父亲节嘛 嗯 她 她们是被讲说 你没有男朋友在小男朋友 哦 狠不狠 她就说这个被她骚扰的女孩 想要对她抗议 例如她们也是讲说 你不要碰我 你在干嘛 她就说 你是在想啥 哦 是不是 例如总经理是 是 看好你啊 是疼爱你啊 对 我都年纪都可以当你罢了 对 你就是 你太多啦 你老大里都在 都在思春都在想什么 被这样子伤害的 好多 好多 然后这会让你 我跟你讲 我真的有个案跟我讲说 她就堵视 她就就说 一定要赶快交到男朋友 她等到她交到男朋友 心里面这个被羞辱的侃 比较 被支持了之后 请男朋友帮她一起 才来申诉 对 但是我觉得 光是这样都让人家 觉得很心痛嘛 没错 你在社会上 为什么要 你要被人家 爱信给人 羞辱结 你狗没打包 你就没有权利 来反抗性骚扰 对 我觉得这种 为什么现在大家 每一个人几乎都 被勾起很多以前的事情 不吐不快 我觉得这次很多人 就是有这种经验 而当初牵涉到某种 被压抑 是 的感觉 是 所以我觉得 我们用一个 比较健康跟正确的概念来看 那本节目今天聊这些东西的目的 不想掀起什么风浪 而是想要帮助大家 去疗愈自己内心 曾经觉得不舒服的一块 就说 你也放几十年 对不对 真的 所以大家要好好的 就是照顾自己这一块 应该是要有一个空间 可以去平等伸张的 那如果听到周边的人 有在说他的经验的话 请你也不要一下子 就用刻板的眼光 来伤害谁 或贬低谁 那不管加害受害 被认为贴标签加害受害 可能都有很多细节 我们大家比较细腻的 去了解这个细节 对 制造一个友善的社会 非常谢谢 梦女律师 今天来带给我们的 启发跟分享 祝福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